各位朋友,大家端午节快乐。 今天我这里是美国大华府,华盛顿时间6月3号的晚上,现在是2点半。 这是华府黎明前的黑暗,端午节黎明前的黑暗。 这个题目为什么选这么一个发题呢? 就是因为有朋自远方来,无一乐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设计了这次华府执行。 他这个决策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他这次来就是做一个论述,也就是给中国国民党再包装一下。 这个摘包装从国民党的党章出发。我想现在他已经是在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在那抗慨激昂的,和大家在那见面。 很多,我也去过洛杉矶,也去过旧金山,那里的一些台湾同胞,乡亲,我也比较,也认识一些,我这里就不说名字了。 免得这个朱立伦就是来采风的,来摸底的,路径认熟嘛,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我首先第一点啊,我想用今天端午节的话说呢,就是用取缘的话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乌将上下以求索。 我希望呢,我们这个朱立伦主席,和中国国民党的同仁,还有这个全体这个台湾同胞啊,都记住这句话,今天大海在这里说这句话。 台湾的路啊,比如中华民国的路啊,慢慢去修远兮。 我记得啊,我是台湾光复后出生的,我是在东门町出生的。 当时有一句话,张灯节彩喜洋洋,光复歌儿大家唱。 清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万万岁。 这是1945年啊,10月25号,中华民国接管这个,进驻台湾啊,接管这个,介绍这个台湾。 这个叫做,有个题目标题,叫做《接收前黎明与黑暗》。 大家可能呢,很多台湾人呢,了解这一点。 就是,在接收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国民政府,还有军队,还有这个外省人,那些看法。 啊,因为这个,有比较就能鉴别了。 他把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也叫做《残兵败将》。 大陆这个,大陆战场过来的《残兵败将》也好。 还有,转进台湾也好。 总而言之呢,有些失望。 看起来不如日本的残兵败将的精神。 因为台湾本身原来就是,也是当时在二战期间,也是日本的国民嘛,皇民嘛。 我父亲呢,那个时候在哪里呢? 那个时候在边缅公路,印度,中国远征军。 那个罗斯福呢,1945年4月份去世了。 也就是1945年的5月份呢,还在印度。 我父亲在加尔哥达罗斯福的追导会上呢,代表了国军呢,做了一个speech。 就追导罗斯福总统这个追导,因为他是走得太突然了。 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罗斯福。 因为我父亲呢,是个罗斯福的学生。 一辈子耿耿以外,他先念自在自的,就是罗斯福总统。 因为他也做了这么一个。 确实是,把罗斯福送,罗斯福走了以后呢,才送了一程。 这叫做,也就是做到人之一尽。 而后来在台湾也好,1949年去大陆也好。 在大陆后来参加东北建设,新中国工业汇部建设也好。 还有包括,然后那个大阳进也好。 然后发生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把我们当中西南的第一号特务。 我父亲被看成这个打进,这个台湾打进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特务。 这个呢,因为,因为这种,因为我们是从台湾过去。 而且时间呢,又是1949年。 而且我附近又在台湾省的物资局进出口客,做客厂,当然了,这个历史啊,最后呢,因为到了东北以后呢,在东北集结局里做国企生产客的副客厂, 所以就相当于他的具体工作,就相当于台湾的孙云璇的工作,虽然孙云璇呢,他那个职位不一样,我附近是东北集结局的科长,那个科长呢,相当于管整个东北比台湾这个管的还要大,就是东北的,包括长存期的资产场,还有那个第一集装场,很多工业的恢复现实,都是我附近的管。 我附近是东北集结局,当时就叫做整个机械局嘛,就是整个东北的恢复,江泽民是什么呀,江泽民也在东北集结局里面,他后来是在长存机车制造厂的筹备厂的一个处长,我附近是比特高一级,在东北集结局的科长, 李鹏呢,当时他们是苏联回来的技术员,中北集结局的技术员,我附近为什么能够在东北集结局里做科长这个职位,因为政科长要由共产党来担任,我附近作为一个国企生产科的管理科, 我附近说,复克党已经算是十全派,所以我附近呢,当时也就是受宠热惊嘛, 就是说,在那就是校中,建立新中国嘛,也是贝其忘食,情敬感,欲以激业,就像我现在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三岁了,我从离开台湾的时候已经三岁了,我也是个小难民, 我们那个,在东北集结局这时候呢,这个大概四五年吧,四五年吧,抗元朝是在东北集结局,我父亲在那里管东北集结局, 所以我父亲是在新中国是立了汉马功劳的一个无名英雄,后来呢,又整风反右,那个右派那个反右嘛,朱镕基被划进去了,但是我父亲呢,没有, 因为,就说明他的表现,工作表现还不错,但是一国未平,一国未平,一国又起,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那个,清理阶级队伍又来了,这个时候,由于我们是,我是台湾出生的了,那我父亲是台湾过来,也就是说, 从台湾那个省政府里面,比较要害的部门了,叫做金出口课,这个部门过来,那就打成了,自然而然就打成了一个问号,question, 我父亲原来是在哪里,是在第一,中国第一基地化学校,也是中国第一坦克学校, 我父亲原来是在哪里,抗日战争的时候呢,跑到了湖南红江,我父亲原来在, 在那个,在那个,讨难的时候,那个是安徽大学,考上安徽大学,但是没有钱,流亡学生,要十万青年,十万军, 最后哪有心智上学呀,当病,保家卫国,国家的一个有难,皮肤有责, 就这么一个热血的青年,蒋中正的皮肤是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时候就参军了,参军管粮了, 然后,就在甸缅就开户,一夜以后就到甸缅公务了,甸缅公务呢,因为我父亲英文比较好,所以呢,后来就在那个, 往印度,加尔哥达,缅甸,就跑昆明,还有新南联大,经常就在那,出出进进,来来回回,带着车队浩浩荡荡, 所以,我不认,还算是,当时那叫风流替他,就是保家卫国嘛, 也算是,那时候刚毕业嘛,毕业的时候那个叫做连长,连长,周围不够, 但是呢,杜丽明啊,杜丽明啊,杜丽明的那个太太,杜丽明的女儿啊,什么这些, 原来都在新南联大女儿,对我父亲,还有学生,法学汉那个女儿啊,什么, 就有点,哎,这毫无事事非非,毫无有些,有些,有些关注啊, 但我父亲当时觉得自己呢,没这个条件,这些都是一些高干的, 就是光然而在啊,所以高攀不起,所以呢,直到台湾,到了台湾, 就是46年后,抗战结束,46年结婚了,我母亲的母亲呢, 是叫廖耀华,是美国夏威夷华侨,他后来那个,到了香港去教英文, 我的外公呢,叫李平,后来他在香港那个时候学那个,学那个机车车,车辆的制造, 后来呢,到了我外公,外公呢,就到了台湾,台北,松山,机车车辆厂,做机车车辆工程师, 当然大家都知道松山这场,现在看不起,看不起这个小地方, 但是铁路啊,台湾那些铁路啊,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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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花莲啊,比如网这个,特邀来的,包括这些铁路《我》这个,我《阿公的功劳》, 我2008年去大陆开放的时候 第一天 7月4号还是8月4号 第一天到台北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就联系上来 我那个表妹叫李毕 李正是国民党台北党部的党工 我们都来接我 那个时候 大家也不容易啊 后来他说 因为我是参加的旅行团 我也看了我出生那个地方 我出生在哪里 东门町 靖宅二号 后来我就到那个 就拖了很多人来打听 那个户籍科 我这个户口 因为日本人 台湾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 非常详细 档案的保存比较好 在那个时候的档案都有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后来我有几次 我也委托过陈丁匾 也委托过马银九 来帮我调查一下我的这个党案 后来我去了两三 两三是台湾想去 因为参加旅行团 想去一下那个 那叫什么区啊 仁爱路 那个 就是现在呢 仁爱路和杭州路 杭州五路那个 差不多那个地段 我看那个房子很像 就是日本榻榻米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还是原来那个老房子 就是在那个 没有拆 但是没有机会 还是没有机会他 我知道 因为我父亲姓马 你看那个马银九那个马 马银九 我们原来都是陕西过来的 从这个马家呢 老祖宗是从陕西 骑山 福峰 后来我们家的这一派呢 到了浙江 浙江那个马鞍山 绍兴马鞍山 就在杭州机场旁边 我生起来是1947年6月28号 今天是6月 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就是七十五 七十六了 一晃就这么快了 所以我今天这么晚了 我来做这个节目 就跟这个国民党跟台湾同胞说几句 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 跟大家反映一下真实的情况 因为那个 朱立伦说我们回来了 说We are here 这句话不准确 所以We are here 它是一个是过去时 而我们现在是We are here Alpha Ocean We are here 我们这些 台湾的一老一少在这里是We are here 我希望大家 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 将来都能够来到美国We are here 这个才叫We are here 中华民国回来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地 是孙中山 孙中山是在美国 孙中山是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 是民国革命之母 当然这个不是指的七十二烈士 那个捐款捐木 实际上孙中山的思想 在那个时候 也是在中国革命当中 也是先行者 他跟严富在伦敦有一句话 有个很重要的对话 我希望跟大家也明白一个 中国啊 台湾啊 国民党也好 就是那些不愿意称为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人的那些民进党的人也好 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严富说了 中国的问题在于教育 这个儒家文化呢 就是有一个略根性 人家人都想当皇帝 人家人都想当皇帝 这个跟民国思想是各个不入的 这个人这个甲 画了乙 乙画了饼 这个思想还是跟这个文化基因在这里 所以中国人就是一个窝里斗 这个窝里斗的略根性啊 只要人多了 人一打堆 中国人在一起就有窝里斗 他们就有窝里斗 美国呢 如果大家来到美国 我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最不好的现象 就是窝里斗 大家知道周文伟啊 前两天在南加州 朱立伦来了 来了美国 第一站就是南加州 南加州的时候 他一定知道这个 周立伟第一声 叫武统第一枪 叫陶伟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武统第一枪 打响了武统第一枪 这个矛盾呢 周文伟不是大陆 不是大陆生人 是他比我还小 周文伟是1952年 在台湾生的人 我是1947年 我比马英九还大 不了解 不了解 周文伟为什么打这一枪 就不了解美国 不了解美国的台湾人 台湾人 民进党把他叫做暴徒 我告诉你 他是铁杆的支持 就是大选那个 现在要出发那个 高兴市长 那叫什么 年纪大的 就忘了 铁杆支持者 所以中国国民党呢 他实际上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代表 他为什么用 用枪这个地步呢 你们没有去过台湾 我去过台湾 在美国的台湾长老会 各地都有 美国各地都有台湾长老会 这个教会 台湾人呢 有一个修改教科书也好 修改教育也好 到了美国呢 他不敢修改教育 他就利用这个教育 台湾长老会这个教会 基督教教会 来宣传台独 宣传反对的 他第一个反对的是 中国国民党 所以谁是中国国民党的敌人 谁是中国国民党的朋友 这个问题 是朱立伦应该首先 到了美国 首先应该了解的一个目的 下车一时 美识问 为什么蔡英文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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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舆论带的时候,这里面后面都是假话,很多一个假假真真, 你如果在台湾呢,就看不清美国,在美国呢,就看不清台湾。 但是在美国真正来讲,了解美国人的,美国台湾人,那当然你就说, 你包括,这叫三民主义大同盟,来我给你看看这些人的照片,三民主义大同盟,我这有一张合影, 就是大华府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合影,还有一个黄埔,大华府这里还有一个黄埔学校, 黄埔工学会,还有台湾同乡会,等等这些,这几个组织吧,还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 但是,这些组织,这么多组织,不如一个,这个战斗力,不如一个台湾长老会,这么多国民党, 这么多国民党,不如一个台湾长老会的影响大,那个根深蒂固, 有他们经常在那里的活动,那个就是一个,为什么整天给你洗脑,灌脑,就是灌注你反共啊,反民国民党啊,整天给你灌注台湾那一套, 把大陆人,把大陆人,全部都给你洗脑,就像在台湾整个把台湾教育,更改了教科书以后,把台湾人整个都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了, 现在没办法叫我中华民国人都很,觉得很丢脸,所以说呢,现在中国, 我还有一个双手练的说明我三个都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现在这体质会没办法叫你钱给你充滅的地方, 因为你们他们得到最后一支的调伙道, 在楼谷复我像呢,什么都不认为自己充滅的地方, 现在每一个都不认为自己充滅的地方, 而是从到这一支可以充滅的地方, 就是你建立的地方,